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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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近方可說是非常忙碌 因為我現在身兼多職 成為一個歌手 自己經營YouTube Channel 閒時會接主持的工作 加上我有一隻狗 三隻貓 所以我的生活 每天安排的時間 都是非常忙碌 但我盡量保持自己 身體健康 身心有一個平衡 工作很忙之餘 我回到家都可以有一個 很治癒的時間 我新歌《左手香》 是一首療癒系的情歌 分手後 我們如何找到 適合自己療傷的方法 走出這個傷痛 亦都是 在現在這個時期 為我鼓勵自己很多的一首歌 其實去年有這首歌出現的時候 我們已經想把修納這件事 扣在這首歌上 所以去年年尾 都特意去修納之鄉 日本拍了這首歌的MV 其實在左手鄉的MV 我是飾演一個修納師 去執一位日本婆婆的家 所以那一次的MV經驗 是非常有趣的 可以去看見 當地日本的宅宅 亦都可以看到 比較鄉村風格的建築 哇 都真的 看上去拍出來很美 但其實我們 過程當中 是吃了超多的塵 因為是 一路幫婆婆修屋 一路就是 大家姑娘都在吃塵 有很多書 然後又要 太久沒有清潔 不是說那個 屋很髒 但因為地方太大 原本是一個老人家居住 所以我們一路拍 東西移動的過程 整個部份都是塵 拍完之後 大家都是氣管 有少少不舒服 但成果就是 都可以讓大家 看到日本的家 是怎樣的樣子 我都覺得 這次是 有加入到修納的成分 所以都頗滿足 其實我那時候讀了修納師的課程 我沒有想到之後 會幫這麼多人收拾屋 但我覺得自己 對於收拾屋這個項目來說 我跟其他人的不同之處 就是有軟裝的設計 我會從屋主的需要 或者他喜歡家裡什麼風格 去幫他設計 新一個他家屬於什麼樣子 然後設計完 定了風格 我們才會 收拾動線 或者你需要多少的收納空間 你需要是 喜歡摺衣刀 還是掛衣刀 就會從他們的喜好 去分配重新編排 每一個空間的位置 跟坊間的一些專業的收納師 是有少許不同的 我喜歡以設計和風格 去改造整間屋 有點像台灣的一些軟裝公司 但其實我也是以拍片為主 到現在我也是希望 我Youtube的每一條片 大家看完的前後 是覺得 很有療癒的感覺 我自己就最開心 說到技術 我最近都真的給錢買了一件事 因為我要剪片 其實一直都已經有用Final Cut Pro剪片 但我最近 終於買了一個上字幕的APP 因為之前一直都是 可能打字幕 或者同事 都是幫忙上字幕 其實用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然後我就鼓起用 因為其實我一向對於 學習一個新的科技 我是需要踏出很大的勇氣 去學習那件事 所以我都真的 不行了 因為實在有太多片 要真的下載一個 給錢買一個上字幕的APP 現在我覺得超方便 而且真的幫了很多 幫了我之餘 也幫了很多同事 我會選擇下一首歌 我會選擇下一首歌 應該 因為我想 有一個 如果有一個機會 在外國的舞台 我希望有一個 唱跳的表演 左手香和一個傻瓜 一個牙都是 比較慢的情歌 所以 我喜歡 計劃一些表演的P毛 可能我會選擇 Candy Ball 應該是A 會選擇音樂相關的節目 因為 我跟朋友的關係 都真的好玩 而且大家都知道 連家裡的密碼都知道 所以 連高爾家裡的鎖匙也有 所以 我覺得音樂性更實際 因為平日 我自己在YouTube 都可以拍很多 比較實況的 類似 玩的節目 應該是B 貓店長打卡馬 我都很好奇 做一個 帶我的貓去做貓店長 是甚麼情況 因為做蛋糕 貌似 看到我煮食 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我做甜品 是 魔鬼手 每一次做蛋糕 都是失敗的 不是 不好吃 已經是融化了 所以 我覺得我去做店長 會比較好 最新一期 PGM已經出了 Cover Face 由我Kira 陳偉旋 大家快點去買吧! 我們在乎 可能會不會